James老师您好 我先生从十多年前就是您的学员 然后身边很多弯曲朋友也是您的学员 虽然说我先生以前去上过你的课 也都遵循您的指示在投资 但是股票市场对我来讲会心脏停止 所以我就让我先生跟助您投资 然后我自己则专注在房地产上管理 直到约三年前疫情开始 我的朋友建议我到YouTube来关注您的频道 这三年来建立了我在股市市场的信心 我和我先生都上班 也没空每天在市场看来看去 所以长期以来就是 SP500和NASDAQ上面的指数投资而已 这短短三年内因为选对了这两个标的 就仅仅是指数而已 资产增加了不少 之前我也写email请教过您 PAL开户问题 感谢您的帮忙 也是应该是时候留言表达我的支持和谢意 我想大家都是互相学习 那我也想在这里留下我的认知及注意到的一些 也许有用的资讯 我赞成房子没有很快的收效 而且是逃不过政府的税 但如果资金能力许可 加上不用老是搬家 因为房租涨价 能够有一个舒适的家也是很好 一般算收益是用Dumpayment 因为那是实际上放进去的成本 比如说50万的房子涨到100万 Dumpayment10万 那收益是100万减50万除以10万 那每个月房贷等于是租金所以抵消 祝老师佳节愉快 James老师回复 可以参考过去关于购屋与租屋30年后 命运大不同的文章与计算 大家都用感觉认为租金等同房贷 好像租金与房贷每个月支付的金额都一样 其实是不正确的 一间300万美金的房子要先放60万美金 这60万美金的机会成本大家都没思考计算 第二300万美金的房子贷款240万 现在房贷利率8% 我们用6.5%计算就好 30年房贷一个月的房贷也要将近15000元 现在用5000元一个月应该可以租到还可以居住的房子 每个月还有一万美金可以投资 所以租屋的资金不会等于房贷每个月的金额 房贷每个月的金额远远高过房租租金 可以仔细看看影片留言置顶档案连结 以下是Click James Investment Advisor GPTS关于投资房地产的相关资讯和观点 1.房地产投资的回报率 通常房地产的回报率低于股票投资 如果是以投资回报为目的 房地产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2.资金锁定 投资房地产可能导致资金被长期锁定 降低流动性 房地产的增值通常较慢 且卖出时可能需要支付税费 3.现金流考量 如果购买房地产用于出租 则需考虑租金收益是否能覆盖房贷 税费和维修成本并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4.市场波动 房地产市场受经济状况 利率变化、地区发展等因素影响可能会有波动 5.自住与投资区分 如果购买房地产作为自住目的 则更多是出于居住需求而非纯粹的投资考量 6.财富分配 有观点认为 对于年轻人来说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将资金投入股市或指数基金可能比购买房地产更有助于财富增长 总的来说 投资房地产与股市投资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取决于个人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了解程度 进行任何投资前建议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财务规划 以上供你参考 老师总结得很好 房地产投资是不是好回报一定要去算 以我在房地产的经验二十几年 我不是房地产人员 只是刚好有政府低利率的配套 可以投资才去做 现在的房地产 尤其是蛋黄区如Cupertino 买来拿来出租 真的是一百个佛心来住 撇开报酬率不说 首先要不要买房子 要看借款要借多少 利率多少 来算可负担能力 租金和房贷及房税是否能至少打平 做不到的话就是不能投 所以以现在的市场 弯曲房地产并不是好投资 如果是自住 除非家长能够帮年轻人放下一大笔首付 或者年轻人进去了一家超有潜力的公司 股票赚了很多 三百万的房子 就算放百分之五十首付 岳父都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我自己在台湾的家人 最近才卖了一栋台中的房子 结果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 买和卖的价格是一样 我深深觉得难过 房地产要不要买 真的要审慎评估 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 之前提到说 如果有能力能买资助房也是好事 其实是我先生本人的经验 他小时候竹水草而居 每次房东涨价 他就得跟住父母搬家 他小小的心灵 对于房子本身 或者是周遭的人事物都有感情 他不懂为什么要搬家 所以这部分就是属于 niece而非investment的考量 但即使是这样 一般来说 假如房贷级的产税超过家庭收入60% 我自己的入是40% 我都不认为应该买 因为薪水不能只用在房子 还有日常开销 and at least at least 要把401k end backdoor error放满 James老师回复 感谢你的留言与详细说明 也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是的 现在和20年前不一样了 我举两个台湾跟美国的例子 一位台湾担心家庭 在新竹 月薪8万台币算是中阶主管 买了一栋1800万的房子 自备款400万 贷款1400万 贷款利息2% 贷25年 一个月要付59340 一个月只剩下20660可以花用 夫妻加上一位婴儿 现在勉强还可以过日子 请问小孩如何上幼稚园 如何进安亲班 更不用谈什么才艺课了 可是未来上幼稚园 剩下可能一个月就不到1万美元 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妇怎么办 买了房子 也没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30年后 付完了也没有现金流可以退休的话 那就进入我们所说的穷到只剩一间房 另外现在Cupertino每栋房子最少300万美金 就算房贷就得一个月付2万美金 加上房产税一年4万 总共一年光房子的支出就28万美金 这还是得税后的支出 那税前的收入就得到达466,666 就算房地产税和利息可以结税8000美元 扣除这8000美元所得一年458,666美金薪水 来支付这个房贷与房地产税 生活也需要钱 如果在Cupertino一年生活费10万美金 这是税后 税前也要166,666加总起来 年薪要625,332美金 才能勉强买得起一间Cupertino的房子 这还不包括要准备自己的退休现金流 请问有哪一个年轻人可以这样冒险买房子 讲白一点这样的年轻人现在应该不存在 如果年薪要625,332美金 不是说不能买房子 如果年薪100万美金 那你买个房子是可以 假设不要买300万美金 就买一半150万美金的房子 一年房产税加贷款支出13万5000 税前需要19万2857 加上生活费 我们降低一点生活费一个月5000美金 一年也要6万税后收入 那税前也要85,714美金 两个家总年薪至少也要278,571 这也是要高薪才有办法买肩房 而且这还不是在学区房 到了小孩子要上学之后 是不是也要搬家 生活品质有比租房子好吗 在美国租房有个好处 就是你租房子是不会被房东驱赶的 因为你可以去租公寓 就没这个被驱赶的问题 总之其实我们在这边讨论买房与投资股票 以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当初30年前的房价薪资所得比 也才三倍到四倍 现在年轻人的房价薪资所得比来到了15倍以上 无论是台湾还是美国都一样 年轻人如何买房还兼具考虑退休的现金流 真的是两难 以上供大家参考 你对于现代年轻人如何做理财规划 购屋还是租屋呢 房地产是一种资产还是奴化的一种工具 你有其他看法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Gymes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分享